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这个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呢 不仅继承了川普对华经济制裁的一系列措施 比如说关税政策 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的这个经济 就是打击中国的这个产业 而且呢,拜登呢还花了几个月时间 修复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他自己本人以及国务卿 还有这个美国国防部长 都多次的与极端反中共的澳大利亚 日本还有北约等等盟友相见会 就是说呢,商讨 也就是说呢,拜登政府迅速的修复了 与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密切关系 从而呢,进了一个广泛的国际的 国际性的反中共联盟 不过呢,拜登呢 让中共最难堪的举动呢 还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在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层次上降格 也就是说呢,拜登他坚持不派大使前往中国 甚至呢,也让中国驻美国大使离开了美国 这样一来呢,就把中国 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呢,降为这个与台湾几乎是差不多的一种关系 因为临时代办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大使馆的参赞 我看了一下这个米德伍的,这个就是中共的这个派驻的,那个美国派驻中国的这个临时代办 米德伟,他以前就是一个大使馆的参赞 这个职位呢,讲老实话,还没有美国派往台湾的这个代表处 就是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个处长的这个履历更深 因为那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所以说呢,这就实际上呢,就是等于说呢,承认了两个中国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台湾 驻台湾外交代表跟驻这个北京的外交代表 放在一个权力等同地位差不多的水平 这就表明呢,美国的外交政策呢 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就是把这个台湾中国看,就是视为同等的这个关系 而且呢,美国最近呢,三次派遣军机呢 进入台湾,落在这个松山机场 这个呢,实际上呢,已经提升了这个台湾的勇气 抵抗中共暴政的勇气 甚至可以这么说,现在美台关系 比起美中关系来说呢,更重要,更精密 通过这个三次飞机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呢,简直就等于是抽习近平的耳光 因为习近平最重视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这个胡吊盘呢,就是那个胡锡进 最近呢,就说呢,啊,这个现在呢 美国三次派遣军机飞往台北 这个呢,已经突破了,一再地突破了中共的底线 说中共说也说了,警告也警告了 下一步就该采取行动了 网友们都迫不及待中共能够对美国采取行动 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其他的制裁 这都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 但是问题是,中共一直对此装聋作哑 而且呢,还是停留在警告威胁阶段 从来不敢有实质性的这个举动 因为既然你这个美国已经一再地突破中国底线 而且呢,不顾中国警告三次派军机 那中国可以宣布啊,断绝与美国的关系 外交关系,对不对 这个,或者呢,对美国发动战争 把这个两手航母派去向美国叫板 或者把中国的这个几百万这个什么所谓的渔船 解放军都会集中起来,向美国叫板 因为美国军舰就在南海啊,去打他们就说了 对不对,但是中国不敢,没有这个胆量 或者呢,你就是经济制裁 下令现在中美断绝这个经贸关系 不准任何这个货物再出口到美国 也不准美国任何货物出口到中国,都可以啊 但是呢,中共都没有这样搞 这个美国呢,对华的这种降低这个档次的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呢,就等于一点都不给习近平面子 不给中国面子 而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化呢 实际上就是面子文化 面子高于一切 你在任何一个场所 如果你不给一个中国人面子 或者说呢,不给他应该有的一种礼遇的话呢 那会被他视为奇耻大辱 他可能终身成为你的仇人 即使他表面上不跟你对抗 那么他们暗地里也会暗算你 或者说呢,威胁你 或者说对你构成损害 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呢 几乎就是一种面子外交 比如说,为了在中国国际社会有面子 中国每年都不知道要花费几百亿 去提供所谓的援助 习近平更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大傻逼 就是说呢,他不断地向各国征送货币 这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把面子外交推向极致 而在中共这个所有面子当中呢 最重要的这个面子呢 实际上就是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因为中共愿意几乎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有面子 比如说,中国呢,受到美国的大国对待 或者说呢,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美国实行一项疏远台湾的政策 但是呢,遗憾的是呢 美国呢,恰恰呢 就是说呢,不给习近平面子 不给中共面子 当然最近呢,我在网络上也看到消息说呢 拜登呢,还恶搞习近平 说专门选择了受到中共明文制裁的米德韦 去担任美国驻华临时代办 因为去年的8月10号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军曾经宣布 说中共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极其恶劣的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总裁米德韦 进行制裁,禁止他入境 而美国呢,恰恰选择这么一个人去制裁 据说呢,这让中共呢陷入了两难境地 因为拒绝米德韦呢,就等于拒绝拜登政府 就是中国就等于自闭国门 如果接受米德韦呢,就等于自抽而光 而且长期要跟一个极端反共分子周旋 那简直都是自讨苦之,自找麻烦 不过呢,我查了一下消息 发现呢,这实际上是两个米德韦 这是中文翻译的含糊其词所致 实际上两人的英文名字根本就不一样 都翻译成米德韦呢,是中方呢,就是突然审视 中国人一向如此 这个现在去担任临时代办的米德韦呢 我看了甚至核对了两人的照片 多方搜索,不是一个人 那个呢,支持香港的那个米德韦呢 是一个那个,并不是美国政府官员 他只是美国的一个基金会 就是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而且那个米德韦呢,去支持香港的时候呢 他很有头发 但是这个新任的驻华代办呢 跟我一样,是把头发都剃光了 所以说呢,这是两个人 但由此可见呢,网络对这个事情拼命炒作呢 实际上也就是讽刺这个中共狼狈不堪 也就是强化这个中国呢 美国只是派了一个临时代办前往中国 就是说呢,意思就是拜登呢 在恶搞习近平,恶搞中共 其实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外交处境 已经越来越艰难了 因为呢,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主张向中国索赔 一旦索赔的话,你想想六十多万条美国生命 每个人你就算赔他一百万美元呢 也就不得了了 然后呢,另外呢 如果这个美国呢 向中国索赔,比如说 几亿美元或者十万亿美元的话 中国也许能赔得起 但是呢,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两百多个国家 都饱受中共病毒战之苦 那么你想他们会要求赔偿多少 而且你给了美国不给其他国家 那么呢,其他两百多个国家 就会组成联军到被讨伐北京去要钱 所以说呢,中国呢 就已经现在陷入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境地 这都是由于习近平这个猪头 悍然发动病毒战的结果 就会让我们再来 看! 就会说明了